张子玲是个苦命人,小时候吃着百家饭长大,自打计事起,她便没有家人,孤苦伶仃一个人,东家接济一点,西家讨要一口,这才长大成人。 十几岁时,她去城里讨饭,饿婚在一家麻油房门前,麻油方掌柜看她可怜,让她在麻油房打杂,不给工钱,管吃。 这让她十分感激,干活也很卖力。 小伙子有心眼,干活之余会偷偷看掌柜磨麻油。 掌柜也不是小气人,见她可靠憨后,便开始教她墨油之法。 几年之后,小伙子将此法尽数掌握。 掌柜在城东,她挑着担子卖油几年后积攒下一些钱,自己在城西开了加麻油房。 刚开始时极小,经过数年努力,小伙子将麻油房做大。 靠此迎胜,她自己给自己娶了个妻子袁氏。 袁氏本也是受苦人家的姑娘,嫁过来后,夫妻二人齐心协力, 用心操持麻油方,日子越过越向上。 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靠此手艺,夫妻二人在城中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可从去年天上便不再落雨,张子玲做生意,不靠种田吃饭,好像不该受到影响。 其实不然,大家被影响,她岂能独善其身。 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差,激进停滞,她能不发愁吗? 这般蹲着也是白搭,大家生意都不好,何必天天如此愁苦。 妻子袁氏知道她的心思,同时明白,自己就算是唠叨死男人也不管用,尽量安慰才是道理。 因为自己家男人不是懒惰导致生意不好,也不是因为不善经营导致生意停滞。 如此情况下,她心烦难耐,自己再唠叨,岂不是火上浇油。 原是贤惠,可见一般。 听了妻子的话,张子玲苦笑着点头,正欲回家而去,就见街头亮呛着过来一个人。 此人衣衫褛褛,摇摇晃晃,好似吃醉了酒一般。 张子玲转头看了看妻子,此人定不是吃醉了酒,而是遇到了难处。 就在此时,那人到了张子玲家麻油坊前,一头栽倒在了被晒得发烫的街道上。 她用两手撑着想要站起来,但是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张子玲在看妻子,原是眼睛不敢看这个可怜人。 对方是个男人,明显是被饥饿给折磨,成了这样。 妇人张嘴说道,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吧。 张子玲赶紧点头,从门中奔出,用力搀扶起虚弱的汉子说道, 这位老兄,且随我到里面休息一下。 她说完便搀扶着汉子进入自己家中,原是端来水和吃时, 汉子如同狼剑了肉斑扑过来,一口气将所有东西尽数吃完, 又躺在地上呼呼喘气。 张子玲蹲在汉子身前,脸上仍然全是愁苦,原是坐在一旁,心里忍不住叹息。 汉子喘了一阵气,翻身就跪在了夫妻二人面前,感谢他们出手相助。 张子玲赶紧出手相扶,汉子泪流满面,说自己家中遭难,流落至此, 如果不是他们夫妻相救,今天便可能饿死,这一饭之恩,时事无以为报。 本来吃过东西便该离开,奈何自己现在腹痛如脚,想要在此休息一下可行。 张子玲闻言有些为难,原是认为此汉子定是饿了太极, 又猛吃那么多,故会腹疼,便在此休息一下也无妨。 见妻子发话,张子玲又想到了自己当年, 她小时候也是饿晕在油房门前,如果不是师父相救, 自己早已经不在人世。 她受过此等恩,此时见别人跟当年自己同样, 不忍心将汉子赶走,就也点头同意下来。 如此,汉子便先在张子玲家住了下来。 汉子声称自己姓林,叫宝衡。 林宝衡很有眼力尽,抢着干活,倒叫张子玲有些不好意思。 按照她所想,现在年景不好,林宝衡不能在自己这里常住, 假如是年景好,她可以在此处帮忙,自己管吃管住还行, 现在的情况不适合。 袁世泽认为,非是林宝衡懒惰才导致她几乎饿死, 实是天气太旱的缘故,假如将她赶走。 她能去哪里? 第三天夜间,夫妻二人就此事商量。 张子玲说道,你的想法我能明白, 可是咱们目前自己温饱都成问题, 如果在收留下这么个人, 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万一生活不济,咱们怎么办? 袁世叹了口气,也确实是,不该盲目心软。 哇,她的话尚没说完, 外面突然有响动传来, 张子玲猛地从床上坐起, 脸上全是惊讶, 袁世也吃惊地看着她。 外面响动再起, 这是瓜风的声音, 张子玲从床上跃下, 正欲出去, 天上一声炸雷响起, 将她震在了原地。 怒雷伴随着闪电, 瓜风卷着乌云, 天气在眨眼间产生了变化。 夫妻二人再顾不上别的, 伸手拉开门, 外面已经有雨点落下。 下雨了, 哈哈,下雨了。 张子玲放声大喊, 街道上也全是喊声, 终于下雨了。 人们奔上街头, 任由大雨淋湿自己。 雨从落下便再没停, 一直到次日清晨仍然还在下, 本来因为干旱均烈的地面, 如今已经积水。 清晨, 林宝恒出现在张子玲房前, 她看着张子玲夫妇说道, 这几天我一直很感激和忐忑, 因为明白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可离开又不知道去哪里。 现在天上降雨, 相信你们的生意也将要忙起来, 留下我吧, 我什么活都能干, 给口饭吃就行。 有雨了, 以后的生意就会慢慢好起来, 张子玲和袁氏都无法拒绝林宝恒, 最终点头答应下来。 林宝恒转身便去干活, 根本不管大雨淋湿自己。 张子玲和袁氏无可奈何, 林宝恒着实勤快。 如此, 林宝恒便在张子玲家住了下来。 而让他们夫妻两个没有想到, 此雨一落变不停, 连续半月, 要么是大雨, 要么是小雨, 最好的时候也是阴天, 天根本不放晴。 人们由最初的喜悦又变成了愁苦, 盼着雨能停下来。 这一日天气阴沉, 但没有落雨, 张子玲再也忍不住了, 她要挑着担子外出卖油。 袁氏没有反对, 卖出去卖不出去都无所谓, 主要让她有点活干, 要不然在家中天天坐立不安, 看着也是难受。 挑着两口瓮和袁氏给准备的干粮咸菜, 张子玲出发而去。 城中油房也有几家, 城东更是有师傅在, 她计划出城去卖。 不料刚到城门前, 发现人们围成一圈观看着什么。 她经过时看了一眼, 然后脚步就被钉在了原处再也迈不动。 这些人中间有个阿婆, 躺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全身颤抖, 嘴里一直喊恶。 观看着不少, 大家摇头叹息, 直到阿婆可怜。 张子玲认识此阿婆, 她是承熙的吻婆理事, 以前专门给人接生。 自己小时候受过理事接济, 甚至她还把自己接到她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原本吻婆不愁吃喝, 因为帮人家接生, 会收到一定的报酬, 富人直接给钱, 穷人便给些吃食, 不至于饿着。 然而, 理事上了岁数, 人们再不找她, 使她穷困潦倒。 此次大汉, 估计家中存粮吃尽, 欲要乞讨, 却在这里再也走不动。 张子玲将担子放下, 挤进人群中, 伸手扶起了理事, 地下有泥水, 她上了岁数, 万一被泥水浸透可不妙。 理事没病, 她就是饿成了这样, 正好张子玲带着干粮和咸菜, 便让理事吃下。 理事吃得急, 吃完又喊肚子疼, 张子玲只好送她回家。 到了理事家中, 张子玲欲走, 理事却叫住了她, 问她是不是张子玲。 张子玲点头, 理事泪流满面, 说她一辈子皆生无数, 帮人无数, 没想到林老了, 竟然是张子玲救了自己一命。 张子玲笑了, 岂止是皆生? 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多苦。 如果不是有理事这样的人, 自己根本无法长大成人, 现在她生活上可顾住温饱, 岂能看见而不相助。 不过, 她不能再次跟理事闲聊, 因为她还要去漫游。 实际上, 她出来时便有预感, 生意会很难做。 事实上的确如此, 她跑了近一天, 却只卖了两文钱, 天上又开始落雨, 她匆匆进城回家。 家中, 林宝恒已经将全部的活都干完, 如果生意好, 家中有这样一个人帮忙很好, 可现在生意并不好, 张子玲也是有苦难言。 林宝恒还很好学, 天天缠着张子玲要学习魔游法。 张子玲倒也不反对, 此人好学, 自己教会了她, 以后她离开, 也可以找个地方开游方, 就像自己当年从师父手中学会一样。 她对林宝恒倾囊相受, 林宝恒学得认真, 手艺也慢慢掌握, 天气仍然是时时阴沉, 还动不动便下雨。 可街道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张子玲的生意也慢慢开始恢复, 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 这一天, 袁氏回娘家, 张子玲自己在干活, 无意间一瞥, 发现林宝恒的人影从窗户边上一闪而过, 她似乎在偷窥自己。 张子玲茫然不解, 最后断定是自己胡思乱想, 因为林宝恒完全没有理由偷窥自己。 为什么如此说? 首先她和林宝恒同样都是男人, 林宝恒有必要偷窥吗? 然后自己对摩油也不藏着掖着, 林宝恒有不懂的就问, 而自己也必然会解答, 她不用偷偷摸摸。 故, 张子玲认为林宝恒只是经过, 她在家中已经住了近两个月, 自己对这个人的为人还是放心的。 晚上, 袁氏回来, 她将此事当笑话告诉了袁氏。 袁氏听得眼嘴笑, 不过又若有所思说道, 大概从十天以前, 林宝恒便开始时不时外出, 而且时间还挺长,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对于此事, 张子玲也是知道的, 她哑然失笑, 估计是在城里转悠, 此人非常聪明, 在为下一步做打算, 弄不好, 也想开个游房, 是找地方去了。 袁氏隐隐感觉不对, 但什么地方不对, 她却又说不上来, 只好就此打住。 次日清晨, 张子玲起床后, 发现林宝恒再一次外出, 她心中实在好奇, 便在后面悄悄跟随, 她想看看林宝恒外出究竟干了什么。 林宝恒走得很快, 并不像张子玲想的那样是想寻地方, 更像是去赴约。 走了一阵, 林宝恒竟然出城而去, 张子玲正欲跟着出城, 不料却被一个人拉住。 她转头一看, 原来是稳婆李氏。 她心中着急, 就跟李氏说道, 今天有急事, 没空。 不料李氏并不松手, 反而拉着她, 仔细打量后问道, 这么快? 张子玲被问得一头雾水, 什么这么快? 李氏并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看城外, 脸上的表情满是惊讶和不解。 张子玲趁机挣脱, 出城而去, 不料出了城后, 却发现林宝恒已经消失。 她垂头丧气回转, 今天的事让她感觉疑惑。 按照她的想法, 林宝恒定然是外出寻找合适的地方, 她倒不会阻拦, 甚至她还决定, 假如林宝恒真要开游房, 她还会适当帮忙。 万万没料到林宝恒竟然是出城, 她不是说从外地流浪至此吗? 既然她这次是出城而去, 那么以往她时不时就会外出, 而且一外出就需要好久, 也是出城去了。 她说在此地不认识别人, 那么她出城是干嘛去了? 她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家后, 将此事告诉了袁氏, 袁氏也颇感惊讶。 她皱眉看着张子玲, 这也容易, 等她回来, 我们问一下便会知道, 何必猜测呢? 张子玲赶紧摆手, 千万不要问, 等我再次跟着她, 看她究竟去了哪里, 然后再问, 可以知道她有没有撒谎, 如果真是撒谎, 又究竟是为何撒谎? 如果提前问她, 她便会有所准备。 袁氏哑然失笑, 既然夫君如此怀疑她, 直接赶她走就行了, 何必有此苦恼? 张子玲摇头, 不是怀疑, 就是好奇。 夫妻二人聊了半天, 林宝恒回来, 进门便准备干活。 张子玲跟袁氏对视一眼, 然后她笑着问林宝恒, 你外出干什么去了? 林宝恒头也不抬说道, 宝恒想熟悉一下这里, 所以外出都是随便乱转。 袁氏皱眉想要说话, 张子玲却摇头阻止, 她自己也不再问。 现在, 张子玲断定这个林宝恒身上藏有秘密, 而且是她不想说的秘密。 假如是这样, 那么她之前在自己家门前晕倒便不是偶然。 可是,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子玲就算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假如是她十分富有, 那么林宝恒有理由借机进入她家中, 可是她并不富有, 仅仅是雇住吃喝罢了。 假如她跟别人有仇, 此人为报仇进入家中, 那也说得过去。 可是, 她平时并没有得罪别人。 思来想去, 此人所图她根本想不明白, 难道真的只是自己多想? 从此时起, 张子玲便注意起了林宝恒, 她发现林宝恒偷窥自己也的确是事实, 林宝恒会在自己干活或者说话时偷偷观察。 另外, 林宝恒外出也有规律, 是三天一次, 一次大约两个时辰。 自从上次问过她后, 她似乎也小心起来, 有次张子玲偷偷跟踪, 就被林宝恒给发现了, 她只好说自己也是正好需要外出。 事情越来越让她疑惑, 她想要赶林宝恒走, 让她离开自己的游房。 这一天清晨起床, 天上又开始下雨, 而且下得还挺急。 她找了半天, 没找到林宝恒, 这是趁着下雨又出去了。 张子玲原本想的是今天跟林宝恒说让其离开, 没料到她今天还会出门, 跟上次出门只隔了一天, 她不是每三天出去一次吗? 为何这次变了? 思来想去, 她赶紧找斗笠和缩衣, 匆匆穿戴后欲要外出寻找, 可刚出门就被人拉住, 一看是稳婆李氏, 李氏想要求她办一件事。 她心中焦急, 李氏拉着她不放, 说让她出城去给自己抓点药, 就在城外不远的马家庄边。 一间破院中住了个郎中, 要在郎中手里, 除了张子玲, 没人可以帮她。 张子玲一想, 自己正想出城找林宝恒, 捎带着帮帮她也行, 所以赶紧点头答应, 李氏这才放她离开。 她在雨中匆匆出城, 直奔马家庄方向。 其实, 她出来找林宝恒也是乱找, 根本没有个具体的目标。 马家庄离城只有两三里, 村边的确有一处破院子, 但她经常路过, 知道此院中根本没有住什么郎中。 确切来说, 这是一处废弃旧院, 她认为是李氏记错了, 郎中应该在马家庄中。 不过, 此时雨越下越大, 她想要在破院门边躲避一下。 刚到门边, 隐约听到屋中有人在说话, 仔细一听, 又像是在争吵。 难道郎中果然在这破院中? 心中好奇的她正欲叫喊, 突然又闭上了嘴, 脸色同时变得非常凝重。 她听到里面的争吵声, 有一个属于林宝恒。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林宝恒每次出城应该都是到这里来, 今天非看看她见的是什么人, 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她捏手捏脚到了门边, 听到里面林宝恒压低的声音, 我受了几个月的苦才学会摸游, 而且我已经在离开时下过了读, 事情将成, 此时又岂会离开? 你不要做此美梦? 另一个声音说道, 你不离开, 家中一直有两个男人算, 怎么回事? 反正你也学会了摸游, 可以去别处开个游房, 这不是好生活的开始吗? 张子玲如遭雷击,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 而且此二人说话的内容好生诡异, 她不敢推门, 而是偷偷向里面看, 屋子里面站着两个人, 全都带着斗笠, 一个是林宝恒, 另一个却看不清面貌。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人急了, 伸手扯下斗笠, 外面的张子玲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这个人不但声音跟他一样, 就连相貌也跟他一模一样。 这可真是天下第一怪事, 这个人是谁? 林宝恒见他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张子玲不敢在此多停留, 慢慢退出院子, 然后撒腿便向城里跑, 刚进城门, 就看到了李氏。 我没空, 我要赶紧回家。 尽管他喊得急, 可李氏还是拉住了他说道, 请你小心你妻子, 千万不要喝他端的茶。 今天的是处处让他震惊, 他也没有太过在意李氏的话, 伸手将李氏的手掰开, 接着向家中狂奔。 一口气跑回家中, 袁氏看他的样子感觉十分惊讶, 帮他除下斗笠和缩衣, 见衣服有湿的地方, 赶紧给他端来了热茶。 他接过后就欲一饮而尽, 突然又想到了李氏在城门边说的话, 不由地将送到嘴边的茶给停了下来。 袁氏见他发呆, 就说道, 喝呀, 衣服都湿了, 喝了赶紧将衣服换掉。 他全身开始颤抖, 感觉自己掉入了一个阴谋之中, 林宝恒在自己家门前晕倒不是偶然, 他进入自己家也不是偶然, 肯定有什么阴谋, 而最让他伤心的则是妻子原事。 吻婆李氏让自己注意妻子是什么意思? 他不让自己喝妻子端地茶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林宝恒进入自己家是个阴谋, 难道妻子袁氏也参与了? 这茶里有毒吧? 袁氏听他冷不丁说出这么一句, 不由地愣在当场, 接着脸色一变就欲发火。 但这个时候, 林宝恒回来了。 他看到张子玲后不由地脸色大变, 接着又堆起了笑, 出去了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 张子玲此时方寸大乱, 因为他感觉妻子袁氏参与了别人对付自己的阴谋, 他请林宝恒喝自己手中的茶。 林宝恒再次脸色大变, 声称自己不渴。 是不渴, 还是不敢? 这茶里有毒吧? 听张子玲如此说, 林宝恒叹了口气, 慢慢走向他和袁氏, 你说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喝掉多好。 那样就不会有痛苦, 现在你知道了却还要喝下, 只会增加你的痛苦。 他这是想要用强。 张子玲正欲寻找东西, 门外却突然进来一群人, 他们冲过来将林宝恒制服捆绑, 张子玲这才看清, 这些人后面还带着一个人, 此人也被捆绑, 而且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袁氏震惊万分, 不解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 此人是谁? 为何跟你一样? 张子玲悲伤说道,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 庄无辜? 你今天跑不掉了。 他的话音刚落, 门外响起一个声音, 他跟你一样一无所知。 门外说话的人竟然是稳婆李氏, 这更让张子玲不解。 稳婆李氏显然是累坏了, 走过来后坐下, 呼呼喘了一阵气候, 张嘴说出了一句 让张子玲几乎疯掉的话, 这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是你的弟弟。 看着茫然的张子玲和众人, 李氏说了自己知道的, 林宝恒也交代了出来,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原来张子玲是双胞胎, 当年接生的稳婆便是李氏, 他最清楚这件事。 只是张子玲并不知道, 因为他们兄弟出生一年便分开, 哥哥张子玲留在家中, 弟弟却被别人带走。 张子玲经营油房, 虽然不大富, 可生活还算可以, 这引起了别人注意, 注意到他的人是林宝恒。 林宝恒发现, 张子玲竟然跟自己的兄弟李宝庆长得一模一样。 这李宝庆便是当年被人带走的弟弟, 他被人带走却没学好, 长大后成了个贼, 跟林宝恒狼狈为奸。 天气大旱, 此二人流窜至此, 林宝恒发现张子玲后, 他和李宝庆策划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此计划就是让李宝庆顶替张子玲。 因为他们二人作恶太多, 一直被捉拿, 几乎没有活路。 林宝恒假装在张子玲家门前晕倒, 引起张子玲同情后进入家中, 学习摩游, 其实是为了观察张子玲的一举一动和生活习惯, 这就是为什么张子玲感觉老是被窥视的原因。 他将自己观察到的告诉, 躲在城外破院里的李宝庆, 这就是他隔几天出一次城的原因。 那一次他们出城相会, 恰好吻婆李氏在城外看到了李宝庆, 他以为是张子玲, 就准备感谢前几天的一犯之恩, 不料李宝庆并不认识他, 张嘴变马。 李氏带着茫然回到城中, 恰好遇到跟着林宝恒的张子玲,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拉住张子玲, 同时也是他为什么感觉奇怪的原因。 他奇怪的是, 自己在城外碰到了张子玲, 他明明跟自己走的是相反方向, 为何会那么快出现在城中? 再仔细想想, 城外的张子玲对自己表现得不认识, 而城中这个却认识。 李氏思来想去, 突然想到了当年为张家接生时,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后来弟弟被人带走, 一直没有回来。 他怀疑躲在城外的那个人是张子玲弟弟, 他们在策划一个罪恶阴谋。 所以, 李氏想弄明白这件事, 他悄悄出城, 找到了李宝庆的落脚点, 同时也听到了他和林宝恒的谈话。 他赶紧去找张子玲, 可当时张子玲太着急, 他就说让张子玲替自己拿药, 目的是为了让张子玲发现其中阴谋。 张子玲果然发现, 回城后他又在城门处等, 他是想告诉张子玲双胞胎的事。 可是张子玲六神无主, 急欲回家, 他只好说让张子玲小心妻子, 不要喝茶水。 其实这毒并不是原氏所下, 而是早上出城的林宝恒所下。 后面就发生了家里的一切, 李宝庆是张子玲失散多年的弟弟, 他和林宝恒是一对非贼, 二人到了此处, 发现张子玲和李宝庆长得一样, 于是就让林宝恒进入张家, 后面就是杀人和鼎屁。 到时候张子玲死去, 李宝庆鼎屁, 神不知鬼不觉。 但让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事被稳婆李氏发现, 并且通知了人, 一场谋划, 尽数落空。 张子玲和原氏这才醒悟过来, 二人悔不当初, 不该收留林宝恒, 差点惹出大祸乱, 幸好李氏帮了他们, 才没有酿成大祸。 李宝庆和林宝恒 当然会受到惩罚, 而张子玲和原氏再没有遇到危险, 直到终老。 诸位, 张子玲夫妻善良, 这才会救下林宝恒, 并且收留了他。 但夫妻两个没有想到, 他们收留的是个贼, 而且这个贼正在谋划一件大事。 李宝庆和林宝恒差点就成功了, 想来以后的岁月, 张子玲夫妇会加倍小心。 稳婆李氏因为受张子玲一犯之恩, 所以出手救了他们夫妻, 但人家李氏以前也接济过张子玲, 所以这些都是善良和善良相遇。 最可悲的是, 李宝庆和张子玲原本是亲兄弟, 且还是双胞胎, 可惜两人谁也不知道。 李宝庆更是凭着长得想要行罪恶, 最终被惩罚, 却也是咎由自取。 善良是可贵的品质, 但有时候, 还是要分清事情和对什么人, 您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灾宾,